谁能想到这是早上9点钟的福州 太恐怖了 看到它天亮又看到它天黑 赶紧起来叫他们今天上午可以不要来上班 太恐怖了 这个狂风暴雨 上班的你们还好吗 现在是4月16号上午的9点半福州 看又开启了黑天模式 还看得见吗 白天变晚上 白天9点38 第一次碰到这种事情 还有不 停电了 停电了 后来 你这个都还要排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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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6日上午 江西辅州东乡出现了12级雷雨大风 上午9点 辅州被乌云笼罩 从白天秒变黑夜 电闪雷鸣 狂风呼啸 大雨倾盆 有人惊呼 这个天好吓人啊 江西气象台消息 上午10时20分左右 江西辅州东乡出现了12级大风 风速35 9米每秒 打破当地30米每秒的最大阵风记录 这个风力在内陆地带极为少见 堪比台风登陆 有视频显示 辅州东乡 遭遇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街道涨水 汽车行人都在水中前行 9点半左右 有网友拍摄到天空中的闪电 极为震撼 提醒大家注意躲避 还有视频显示 上午9点 辅州东乡一秒之内天黑 白天晚如夜晚 窗外大风呼啸 场景仿佛世界末日来临 江西省气象台16日10时52分 发布雷电及大风橙色预警信号 预计未来两小时内 九江 南昌 宜春 辅州 鹰潭 上饶 新宇 景德镇等地有强雷电与天气 辅州一名女子拍摄视频说 我凳子都吹翻了 这个天好吓人啊 吓死人了 4月15日 福建泉州德华县村民林先生 发视频表示 山坡上一夜之间出现巨幅珠珠网 林先生对四川观察说 这吓死人 这蜘蛛网上全部都是毛毛虫 很大的毛 很多很多一大片 目测整个有30多平米 这蜘蛛是成精了吗 大陆网民表示 前有武汉漫天血红 后有福建巨型珠网 是有妖艺恐飞祥瑞 武汉红雾 长沙暴雨 福建猪网 还有人说 这就不是蜘蛛网 这是毛虫要节俭土的丝网 数量太多才这样 鸡皮疙瘩就起来了 好可怕 德华县林夜局一名工作人员 回应陆媒称 根据视频 初步判断是天母毛毛虫 四月十五日晚 四月十五日晚 重庆遭遇狂风暴雨袭击 雷点交加 有屋顶被大风掀翻 大树被连根拔起 空调外积也被吹落 许多市民直言 晚上下的波 雲阳青上台发布消息 十五日当天 重庆大部地区 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 其中 雲阳最热 最高气温达35摄氏度 是今年重庆市首个上35摄氏度的地区 当晚十点开始 重庆遭遇强对流天气 暴雨倾盆 天空电闪雷鸣 二十八局线出现八级以上大风 南川金佛山出现十二级大风 最大风速每秒32.7米 多位市民发布视频称 重庆暴风骤雨 雷点交加 窗外狂风呼啸难以入眠 有视频显示 路上有大树被狂风吹打 有市民晚上起来关窗户 大风呼呼的叫声 听着令人毛骨悚然 十六日早晨 一位重庆市民早起发现 对面房屋的铁皮屋顶 全部被风掀翻 砖墙倒了一地 空调外积也被吹落 天啊 你看 这是今天凌晨两点半 我对面的屋顶都被掀翻了 墙都倒下去了 我的空调也被扒下来了 拍摄视频的市民说 还有网友发布视频说 凌晨两点 重庆大暴雨加大风 刚刚驾车过白居四大桥时 感觉车快被吹翻了 重庆一些地方因为强降雨 导致严重积水 接到城河流 市民出行 积水已没过脚踝 十六日 重庆大风暴雨的词条 登上热搜 网友纷纷表示 昨天晚上就是腰风震震的感觉 大风吹大风吹 住在二十多层 玻璃窗都快被吹垮了 别说重庆了 荆州也是一样的 凌晨五点打雷吓死人 你看这千年古董 过来还个速度倒的 寻好啊 这个东西都没看得得 你看这千年古董 哎 看来现在下的冰毛 大不大 看看 打得很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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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啊 哦 哎 啊 你都要逼人 这里再一 马上 刚上 你再一 马上 再一 马上 有约 这个地方 我说 有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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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参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视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丽参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参晒参 白参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100%韩国优质6年高丽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人参灶带 RA、RF、RG3、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 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丽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 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六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接下来